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故事名字叫做《一铃铃一只讨斋鬼》 故事一开始,妈妈刚走出房门,就看到自己的小女儿拿着刀冲自己走了过来 这把妈妈吓了一跳,小女儿见状哈哈大笑声称刚刚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没过多久,小女儿的姐姐和姐夫回来了 很显然小女儿和姐姐姐夫的关系不怎么样 就在姐姐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小女儿突然生气的质问妈妈 自己每天的两万块钱领花钱呢 姐姐听到这儿有些不悦,她告诉小女儿 这么大人了,应该自己的钱自己挣 眼看着气氛紧张起来,姐夫赶紧拉着姐姐借口要一起出去买酱油 通过姐姐姐夫的对话,我们知道 原来小女儿是因为患有哮喘,所以妈妈才一直无下线的宠着她 姐姐还称小女儿好像很邪门 每次只要家里有人惹小女儿生气,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比如小时候妈妈怕小女儿哮喘发作,把妹妹的布娃娃拿走了 可转眼妈妈就出了车祸,从那以后变成了跛脚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 再比如,爸爸因为小女儿淘气批评了她 当天晚上,爸爸的同事就赶到家,说爸爸在工地出事去世了 爸爸死后,妈妈曾去找神婆招魂 爸爸的鬼魂夫在神婆身上对妈妈说 他们夫妻俩上辈子欠钱不还,债主死后投胎变成了小女儿 所以小女儿这辈子是来讨债的 只要不顺从她的心意,就会被上天惩罚 从这以后,妈妈反噬都会对小女儿说一不二 无下限地宠爱小女儿 姐姐越说越气愤,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一直纵容妹妹 想听妈妈教育她 而此时,小女儿正在跟一帮狐朋狗友在酒吧喝酒 甚至还有两个小混混还怂恿她吸毒 从这群人的关系来看 小女儿吸毒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晚上,妈妈见小女儿还没有回来 打算出门去看一看 然而一打开门,就被小女儿假扮的小丑吓了一跳 妈妈让小女儿以后不要再出去鬼混 可小女儿一张口又要两万块零花钱 妈妈自然不敢拒绝 晚上,妈妈做梦自己被小女儿用皮带勒住了脖子 第二天起床路过小女儿的房间 结果真的从门风中看到小女儿正在拿着昨天梦中的那条皮带玩 一时间,妈妈心慌不已 难不成要喝梦成真吗 这一举动吓得妈妈赶紧求神拜佛 晚上,小女儿刚一回家遭到了姐姐的质问 姐姐问她为什么要找妈妈骗钱 正知道最后,姐姐没忍住打了小女儿一巴掌 小女儿愤怒的跑了出去 妈妈见状特别的担心 害怕姐姐会遭受到什么意外 晚上,姐姐走在路上 事后总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 最后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幸好姐夫及时赶到 这才没让姐姐受到大伤害 外面一转,小女儿又在和那群人鬼混 并且在商量贩毒的事情 他们今天讨论的是贩毒地点 既然要交易就得有场地 此时,小女儿自告奋勇 让他们把自己的当场地用 还声称妈妈既然不给自己钱 那就把妈妈赶出去 此时,妈妈又去找了当初的神婆求助 神婆通灵再次让爸爸上了自己的身 爸爸劝告妈妈今晚12点前一定要出去避难 否则妈妈和小女儿就只能活一个 问米完毕后 神婆好心地给妈妈了一块玉佩 声称这款玉佩能够在危机关头保命 回到家后 妈妈本想把玉佩送给女儿防身 却没想到小女儿一开口就让妈妈搬出去住 妈妈没有办法只好照做 第二天,小女儿就把狐朋狗友领到了家里 这时的妈妈正走在路上 突然一个花盆差点砸到妈妈 而手中的玉佩也随之变黑 妈妈意识到小女儿现在正有危险 于是赶紧跑了回去 果然家里的小女儿突发哮喘并晕了过去 而一圈狐朋狗友怕招惹上市早就全部离开 妈妈及时把哮喘药递给了小女儿 小女儿这才得以获救 十年后妈妈很安详地去世了 这十年之间的一家人过得很开心 小女儿也变得懂事起来 因为就在妈妈救下小女儿的那一刻 上辈子他们欠的债就已经还清了 都说孩子是来讨债的